我們講的是優質、豪華 優質的士司機是最重要的 因為如果服務態度不改 又選客又兜路等等 就算什麼豪華都沒有意思 所以我們建議要有一個正式的培訓 正規教育有一個課程 叫做個人運輸服務的民憑課程 這麼近不去 郭海?小姐你不要玩我 這些說話相信不少人都聽過 理工大學一項調查就發現 近年市民對於的士服務的投訴有上升趨勢 當中最多人投訴拒載 其次是服務和期望遊樂差 亦都有不少人說願意給多些錢 來獲取更好的服務 負責調查的李大夫教授說 其實不單止乘客又不滿 司機一樣完勝在道 一行得這麼慢 你怎麼會給我多錢呢 實際上我給我很多錢 最大的投訴 司司機也是 最大的投訴 就是正聚到生意 你看到我入地了 兩件事 我講兩件事 是會改善到你 第一隻遊戲的時間 會很長 大家知道我派對太多 很強 第二就是不要說神職 其實投訴增加最終都是因為一個淺字 調查指出的士司機的實質收入 過去十年之間都沒有增長 令年輕人不肯入行 他們建議業界可以開發手機APP來吸客 當局又應該盡快落實推出豪華的士 又願意開過兩年製的個人化運輸服務 認可文憑課程 給中學畢業的同學仔加入了一行 看來 對時不止斬叉燒 要DV 連開的士都要揚紗紙